APEC领袖峰会 11月将在中美洲的秘鲁举行 到时陆方领导人习近平也会献宣 而为了打破两岸的僵局 昨天晚间就传出总统蔡英文 决定邀请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担任领袖代表 对此扶方式保守回应 等人士确定之后才会公布 这些事情是总统的执权 那如果有的话也是做个人的咨询 或者是接触 那无息的我们这边并不清楚相关的细节 究竟宋楚瑜有没有被蔡总统征询过 话里透露悬外之音 因为传出蔡英文打算派宋楚瑜出任 11月我方在秘鲁的APEC特使 但最新消息也传出 陆方对这位人选不买单 所以媒体的报导可能在还没有被证实之前 我们都不予评论啦 因为两岸关系现在郑楚瑜需要 大家用大智慧来解决的时候 所以不需要制造纷争 不制造纷争不是我方说的算 因为陆方早就打定主意 只要我方一天不承认九二共识 两岸就别想对话 这次APEC新政府起手势 可能派出曾与习近平会面过的 宋楚瑜当作特使 希望打破两岸僵局 但也不是我方决定就算数 因为APEC对于台湾领袖代表人选 采取共事决 因此只要陆方摇头 我方就必须换人 就高度来讲 它是一定够的 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说 蔡英文总统 他的整个态度上面 是不是真的有诚意 想要跟对岸来沟通 单纯考虑中国能不能接受的话 那我觉得这派出一些特使 会相当的危险 假如是他的话 要先沟通好 换人是小 但若是陆方刻意刁难 我方代表最后也可能胎死腹中 在国际大小场合上 台湾都得看陆方脸色 如今两岸关系如履薄冰 民意反应也很紧张 因为根据国民党智库 做出最新民调 对于两岸 民众有四成五认为没有改变 三成认为变紧张 至于对蔡英文施政 虽然有四成八的满意度 但不满意度也仅相差百分之十 林权差距更接近 满意与不满意 只差七个百分点 国事外交是多难解 两岸关系更是动牵全身 行政府已然面临内忧外患窘境 欢迎新闻 林季祥谈一轮台北采访报道